大家好 我是阿倫 相信大家對於塵蟎這一個生物 都還算不陌生嘛 可是我們一般所知道的塵蟎 可能就是在我們床上枕頭裡面 或是沙發上面 會有很多塵蟎在裡面嘛 可是大家知道嗎 其實塵蟎並不只是存在於 我們這種坐的沙發 或是床之類的 其實除了像是床之外呢 像我們家裡面的廚房 廚房沒有錯 你沒有聽錯 廚房裡面其實也是塵蟎的一個 大本營之一 因為塵蟎大部分都是以那種 蛋白質跟澱粉之類的 當作他們的主食 所以說其實不只是床 像我們廚房常會放一些那種 食用的東西 比如說打開來的糖 打開來的鹽之類的 或是麵粉打開來之後 你沒有封好的話 其實塵蟎都很容易趁機這樣子跑進去 因為塵蟎非常的小 就算你再怎麼樣用橡皮進去綁它 其實多少它也是有可能會 就這樣子跑到你所吃的東西裡面 然後進了可能我們不小心就吃下肚了 至於要怎麼樣才能夠避免說塵蟎 跑到我們廚房的那種 食用品的那種東西裡面呢 其實塵蟎容易生長的環境 大約是在 攝氏22到26度之間 然後濕度大約是70到80%之間 這個是非常容易滋生塵蟎的 大家有沒有聽出來 22到26度 而且又是很潮濕的環境 這跟台灣的氣候其實還滿接近的 所以台灣的環境 其實還滿適合塵蟎生長的 有點像是塵蟎的熱土的那種感覺 然後至於要怎麼樣渡絕呢 其實就是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保持乾燥 因為氣溫我們不可能隨時都開一個冷氣 讓它隨時都一直在那邊吹 讓它溫度不要那麼高 所以說我們最能夠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調整家裡面的濕度 至於要怎麼樣才能夠 讓家裡面的食品保持乾燥呢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這個 龜藻土的這個地墊 然後龜藻土它的特性就是那個吸水素乾 就是它能夠吸收水分 然後它也很快就可以把那水分給散發掉 其實這龜藻土其實不只是用來做這種 地墊的東西 其實它最近也有研發出來的就是 食品乾燥用的龜藻土 然後你只要把那個塊把它放在 比如說你那個砂糖的那個盒子裡面 把它放在一塊進去在裡面呢 你就能夠保持那個裡面的乾燥的程度 好 最近有收到台灣的一間公司的邀請 來體驗台灣本土所設計的 龜藻土的食品用乾燥塊 就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乾乾乾乾 非常的乾 非常的乾 代表說用了它之後好像真的 的確就可以把食品弄得很乾的感覺 其實它不只有這個設計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各種不同的設計 這個我等一下再來慢慢的帶給大家看 重點是其實我也很好奇說 這個龜藻土的食品用乾燥塊 到底是不是真的 能夠把家裡面的那種 糖或是鹽之類的東西 那種食品類的東西 能夠真的保持乾燥呢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實際的使用這個 龜藻土的乾燥塊 把它放在我的鹽 鹽巴裡面 然後我也準備好了這兩個 可以測現在的濕度的濕度劑 一個放在罐子裡面 一個放在外面 我們來看看實際的使用這個龜藻土 乾燥塊之後呢 是不是真的能夠有效的 幫我們家裡面的食品 來做乾燥喔 好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去做實驗吧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家的廚房 然後這個是我家的砂糖 對 然後我平常是用這種 百元店買的這種盒子把它裝起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試試看 我們把這個呢 為了方便讓大家看 我們把這個裝到這個瓶子裡面 這個瓶子裡面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 就是專門在測我們室內現在的濕度 的這個機器呢 分別放在外面跟這個裡面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它到底有什麼差別 好 我們先把這個裝進來好了 裝一些 應該沒有辦法全部裝進去啦 好 我們先把它裝一些進去 然後像除了剛才這個 乾的造型的龜藻土 乾燥塊之外呢 還有像是這種糖 Sugar的這種乾燥塊 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那個 你要存放的東西然後放 放裡面跟我們人家 那你一看也就可以知道說裡面那個是什麼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呢放進去 有點大 放了下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準備這個 濕度計呢 現在剛好是兩個都是62嘛 我們把一個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一個放在外面 然後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台那個攝影機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試驗一下 看看這兩個 擺了很久之後呢 到底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好 現在是62跟61 濕度62跟61 好 我們現在就放在這邊 然後現在是大約4點左右 下午4點左右 然後我們就放著 我們觀察一下子 放大概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之間吧 我們看看它們之間會有什麼變化吧 好 開始 我現在才開始大約5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兩邊呢 其實就有還滿明顯的差別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過了大約20分鐘 現在可以看到我們放在外面的是 54 現在濕度是54 然後在裡面的現在已經有41了 感覺效果還滿顯著的嘛 我們再放久一點看看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再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吧 好 我們現在過了大概一個小時 大家可以看到放在這裡面之間 現在大概維持在44 45左右之間 然後這邊有下降到50幾 這個其實有點上上下下 可能是因為周圍的環境 因為這邊旁邊就是這個水的地方嘛 所以可能多少會有一點影響到吧 然後這裡面就倒是還滿穩定的 大概都維持在這個數字左右 證明它這個龜島土的這個乾燥塊 不然的確是有它的功用的喔 好 然後除了像這種乾的 製的造型的這個龜島土之外呢 像你可以依照你所放的東西的種類 比如說鹽巴啊 就是糖啊 或者是這個是 這也是乾的意思 或者是你要幫你的咖啡跟茶 做這種乾燥的處理也是可以的 然後另外如果你是喜歡可愛造型的話呢 狗 貓跟兔子 有三種不同的造型喔 還有像這種愛心形狀的 這個你是可以用手把它掰開 然後意到你的需求放在各個地方喔 對 這個躲雀愛蜜的這個乾燥塊呢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種類 所以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呢 去使用它喔 然後茶包呢 也可以像這樣子把它好好的收藏起來 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又還滿可愛的呢 愛心造型呢 這個呢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呢 比如說你去這樣 這還滿…還滿省力的 輕輕一般就把你開這樣子 輕輕的一般呢 你就可以依照你的那個需求去使用它 或者是一些想要讓它保持乾燥的地方 然後可能有些人會有點擔心說 因為它這個搬 搬開來這邊有可能會掉一點屑屑 那不小心吃下去有沒有關係 這個食品專用的乾燥用的硅藻圖呢 其實呢 它如果不小心誤死一點點的話 其實對身體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所以這一點也可以請大家放心喔 像我們剛才這個實驗呢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其實它這個硅藻圖呢 的確是可以有效的 幫我們廚房的一些 瓶瓶罐罐裡面的東西 保持在一個乾燥 一定的乾燥的情況下 食品夠乾燥呢 就不會有塵滿跑進去 這樣除了能夠保存它裡面的這個品質之外呢 也可以維持我們的身體健康 尤其像我做這個實驗 因為其實日本呢 其實比台灣還要乾燥 都已經有這麼樣的效果 相信在台灣呢 應該更有它的功效在喔 所以大家也許家裡面 也可以來考慮一下放這個 食品用的硅藻圖塊喔 而且這個硅藻圖呢 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你使用了一定的時間之後 你還可以把它拿出來 你可以放進烤箱去烤 讓它更乾燥 或是上去放進微波爐去 讓它水分蒸發之後呢 你就可以重複的使用 對於那種環保呢 我覺得也是還滿方便的 就不是用那種化學的方式 去保持它的乾燥 我覺得 對地球應該也算是還滿親切的吧 鹽巴 把它放進去 好 這樣子以後呢 在我的家裡面就不用擔心這種 常常用的食品類的東西會受潮囉 如果大家對於這樣商品有興趣的話呢 這個商品目前正在準備集資 集資活動 我這一次是受到這個躲去外面 他們的邀請來實際的實驗 給大家看這個食品用的硅藻圖塊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剛才的實驗 是的確是有它的效果在的 好 然後我已經做完那個實驗 已經過了兩天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從做完實驗之後 我覺得是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濕度呢 外面的這個濕度 跟裡面的濕度 其實真的 的確是有顯著的差異 證明這個硅藻圖的乾燥塊呢 的確是有效的喔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不妨參考我的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我也把相關的連結放在那裡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啊 還有像今天這種 實際的在生活上 所以我會需要用到一些 很不錯的一些商品的介紹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 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還有這邊是我的Facebook粉絲業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追蹤一下 還有旁邊呢 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那麼大家再見囉 等你食品用的硅藻圖乾燥味 趕快去集資購買吧